麦迪要来了 那这两天的青岛双星俱乐部 为这事儿也忙得是炸开了锅 又是换主场 又是选酒店 那俱乐部上下都是希望 让麦迪一下飞机 就能够感受到他们浓厚的诚意 迎接大腕 自然需要大的舞台 因为麦迪的到来 青岛队打算将主场移试到 可以容纳12500人的国信体育馆 这里曾经举办过2009年山东全运会 和11年的羽毛球苏宾曼杯团体赛 除了主场的搬迁 酒店的选择也令俱乐部煞费苦心 为了能够给麦迪提供一个 良好的住宿氛围 青岛队提供了多个方案 攻其挑选 而在每个房间 球队的工作人员 也是根据麦迪个人的喜好 进行了精心的布置 青岛这时候旅游淡几 房间很多 我们给他选了几个地方 像我们今天国庆的一个房间 它就是个我们贵选的地方 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别墅 那么这样的话 多选这个 他喜欢个什么样的 我们就想给他提供什么样的 这些都不是很过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 麦迪在这两年的状态下滑 主要原因是伤病 为了能够帮助麦迪恢复状态 青岛俱乐部 也给他物色了专业的理疗师 并特别了身上的健康 熟悉麦迪的朋友都知道 麦迪的身上有非常严重的腰伤 为了配合麦迪的这种质量 青岛双星俱乐部 也特地是从德国引进了这样一台 非常先进的理疗设备 据说这样的设备 在全国只有一台 我们说物以稀为贵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台机器 也是价格不菲的 利用这台机器 麦迪可以每天对他的身体 进行一次非常有系统的理疗 我们也希望这台机器 能够帮麦迪尽早地回到巅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